最近,袁洪在节目中透露,刘诗诗格之录制节目温差大,嘱咐他帮吴奇龙带衣服,刘诗诗和吴奇龙娱乐圈模范夫妻,2011年因步步精心生情,2015年领证结婚,2019年儿子小步步出生生其三口之家,这么多年过去了,两人还是恩爱如初,通过刘诗诗和吴奇龙两人的日常,我们也能明白,只有双相奔赴的爱情才有意义,前段时间,曾被拍到一家三口罕见同框,有八卦媒体释出一段近期拍到夫妻二人带儿子逛超市的画面,当天夫� 两人都打得低调,二人自结婚后从未出现感情上的绯闻,尤其是吴奇龙对刘诗诗很宠,每次合体现身都食指紧扣牵着他,但即便有了儿子,二人的感情依旧有赠无减,自下经常约会,过二人世界,如今的刘诗诗诗绝对是人生赢家了,事业正当红,家庭也美满幸福,虽然很少见诗诗公开私生活,但每次偶遇到他和吴奇龙还有儿子一起外出游玩的画面,都是很幸福的样子,夫妻俩恩恩爱爱也是让人鲜线 请不吝点赞订阅